艺人王日华的太太梁杰华 5月26日因为器官衰竭 在医院安长离世 中年59岁 梁杰华的女儿王子晴 其后亦都是社交平台赞文悼念亡母 感恩和母亲度过七年抗癌经历 更形容这段日子虽然减少娱乐 放弃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生活平淡又开心 因为一家人能够一起就已经感到幸福 她更加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 并希望将来和妈妈再遇 回来做她坚强健康的女儿 最后子晴承诺会好好照顾爸爸 陪伴爸爸走过最难熬的日子 而5月28日 王日华和女儿王子晴收拾伤痛 去到殡仪馆处理梁杰华的身后事 子晴是否昨天说了出来 现在的心情会不会有点 好很多 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说 那昨天陪伴父亲有子晴 有 每天都有 看着我 大家 在这段时间要大家互相扶持 你写了一段文字 希望你们再同心待见 希望妈妈做你女儿 是 她说的 她说 妈妈这一生这么辛苦 希望我都可以体会到她的角色 反过来照顾她 你自己可以吗 我可以 因为这件事不是很突然的发生 都有几年时间 让她们慢慢适应 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同学都知道 这一日始终都会来临的 可以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 慢慢让我们适应 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坦然去面对 坦然去坚强去面对 坦然去面对 一定要坚持到底 希望可以 打人这场仗 她一关又 经过一关又一关 有什么违缘的太太 都是看着我女儿 她女儿看着我 照顾她妈妈 照顾那些动物 太太生前有没有处理过 怎样处理 太太生前有没有说过 身后事怎样处理 她有跟我说过 她也立我为主 她叫我 她几时几时才拿来看 这个时候不是很辛苦吗 不会了 可能在流离期间 痛苦已经过了 一直夯迷着 都应该是的 那段流离期间 那些器官衰竭 她走得很舒服 我们跟她说话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她是笑着走 OK的 她走得很好 有什么遗憾 心愿那些地方 她吗 有什么遗憾 她老婆 她始终都是担心我女儿 因为女儿还没家人 还没结婚 又担心她妈妈 但我说你放心 女儿比女儿大了 我不会照顾她 她照顾回我 有没有答应妈妈 和她妈妈 我们一定会抵抗 我选择了 妈妈 辛苦上来 上年母亲节 她又肯打扮 跟我们出去吃饭 去拍照 有一张是我帮她拍的 很漂亮 是我们一个会友 画一粒石头写着健康 我那年买了给她 她拿着拍的张照 那你选择了那张照 是 我希望她可以带着健康的 一会不会都是做妈妈那份 她照顾爸爸 一定会 而华哥也透露 将会在6月13日 为太太切零 每天出殡 梁杰华在13年 验出幻想俗称血癌的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旺有华不惜停工陪太太 进出医院抗病 有指华哥除了救入 3000尺的独立屋 让太太静心休养之外 更特地在家中七色花围 令到太太休养的时候 都可以放松心情 梁杰华接受了足足两年的化疗后 15年终于康复 战胜病魔 并接受5年的观察期 病愈后的梁杰华更加拜师学粤剧 华哥也都代表支持 更加在17年成立粤剧社 先后安排太太演出剧目 之后梁杰华曾经在访问的时候 表示自己当时得色患癌之后 一度幻想抑郁症 更透露前前后后的医药费 多达300万港元 他感激老公王日华 在这段期间不离不弃 用心照顾她 是100分的好老公 但直至18年 再传出梁杰华癌症复发 有指王日华再度推掉所有工作 一直形影不离 全天后照顾太太 但当时 华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就否认太太癌症复发 只是说她需要定期复诊 身体没有大外 企后梁杰华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病情大为好转 她在8月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 因为很幸运 今年找到一个合适她的骨髓 我也很感谢 捐骨髓的朋友 还有很感谢医护人员 一直都很照顾她 现在休养了三个月的情况都可以 都是继续复诊 那爸爸有没有陪着她 有 超级好男人 对 一直一直陪着她 可惜之后梁杰华病情反复 时好时坏 由于抵抗力较弱 所以较少出门 多刘家休养 在今年5月初 黄芷晴30岁生日 她表示 很开心今年 刘家和妈妈一起庆祝 可惜好境不尝 在月底就经历桑母之痛 梁杰华和黄一华 相知相爱40年 当年两人都是TVB 伪训班毕业 是相隔一届的师姐弟 当年黄一华实习的时候 就已经对梁杰华留下深刻印象 在8年前我训练班实习的时候 有时就见到一个圆滚的 很胖的 很天真没配的小妹妹 为什么她这么刺激 这么常常跟人聊天玩 原来就是她 这样吸引到我 很难怪 8一年 两人终于有合作机会 一起参演剧集《风雨晴》 陆经业 陆经业 你来帮我包 帮我包 人家要你和他 帮忙 帮忙,不要玩 要啊 你拿吧,你拿吧 陆经业 你帮我包 好痛 我知道你学过救伤 82年 黄一华和梁杰华拍拖 87年 两人更首次以情侣当合作剧集 公志打出头 拿正牌预工作于拍拖 哈佩 好像我不应该迟到的 但我做的事不能走开 那你没答应我找位 早知道没位,我听清楚 一月听我说完,你就收线 我没答应你去找位 到这个时间了 道歉也没声,还说我不合作 你刚才说做什么工作 没有,我打算找找工作而已 对啊,那找到没有 那就要穿着了 直到八百年两人结婚 展开人生新的一业 黄一华和梁杰华 对这段婚姻都充满期待 也希望快点生个小朋友 大家相处八年都很久了 就是有很深的了解 还有见到人家的小孩很有趣 也有些冲动想结婚 两个都喜欢小孩 那我就打算结婚了 在婚后你最想对方有什么改变 希望他就… 不能说的,让他骂我 希望他就更加体谅我 更加了解我 希望他就更加体谅我 更加体谅我 不要吃烟 婚后两年 他们担下女儿王子晴 从此一家三口过着 幸福美满的生活 92年,梁杰华退出娱乐圈 转行担任保险经纪 相夫教女甚少公开露面